美方将残害香港市民 损毁公共设施的暴力犯罪行为 称作是美丽的风景线 却将香港特区政府 依法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 说成是侵犯人权自由 这再次展现了什么叫美式双标 也再次暴露了美方所讲的人权民主的 虚伪本质 美方一再用人权民主 为自己干涉他国内政 破坏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行径变苦 但是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再到阿富汗 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强行对外推销自身民主和价值观 给世界带来的不是稳定和繁荣 而是动荡和灾难 美国是人权民主的信用透支者 美式民主早已破产 我们下期待会议s est有一个面子 美国所在这里的社会 化 至于 实借 感谢观看